一名多元計程車司機 日前載著三名乘客 從桃園前往新北 其中女主管 因為很滿意車上的點隔系統 霸氣給了500元的小費 但最後一名男乘客 在下車前結帳 卻向司機討回女主管給的小費 雙方還因此鬧上警局 我想要給司機小弟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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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一下 坐車坐得很滿意 女乘客打開錢包 直接給小費500元 司機超開心 但美好時光沒持續多久 女乘客下車後 載著男乘客往下一個目的地 正要結帳時 聽到這句話有夠傻眼 小費便車資預付到底是哪招 跟我索討那500塊小費 他說那個是主管要支付車資的 但是在影片裡面很明顯可以聽到 那是主管要給我的小費 這名多元計程車司機 載著兩名主管和一名下屬 從桃園出發要去新北 女主管覺得車上點隔系統很不錯 給小費不手軟 但男下屬最後結帳卻要求討回 司機覺得莫名其妙 對方氣得要報警 叫我載他去警察局 我也說好 那這趟車資你必須要付 因為還是我載他去 他也說好 跳表跳到150 他卻直接走人 對方甚至向車隊投訴 說司機超收500元車資 讓當事人超無奈 本市美式一樁 卻鬧進警局 雖然很感謝女主管給的小費 但為了500元 飽受精神折磨 司機決定歸還小費 恢復平靜心情 記者梁子月 羅伯聰 新北財富報道 記者梁子月